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以前我们的动作片 不像目前现在很多高科技 电脑作业 我们那个时候拍的时候 真的是实打实摔 动作方面我记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才会有这个机会 在最短的速度 把武术指导 交给我的动作演员的这些知识 我眼睛一看我就可以记下来 女人演男人是要有演技的 尤其动作片 我拍了 我几乎从龙门客厂开始 你面的我的身份 向来都不很清楚 向来就是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 大部分我演戏 观众都喜欢看的 我都是女扮男装 海内外影居界人士 汇集一堂 参与一年一度的金马奖颁奖典礼 一座座耀眼生辉的金马奖 也正代表着电影从业人员 心情后所获得的成果 反串的角色是让我拿到金马奖 因为反串的个性 你的动作 你的眼神 通通是要 你要有带的男性 但我事实上我是个女的 是有关系 我是从电视上来 她把金马 女主角是上官女奉 我吓得 我自己的娇娇 不可能不可能 我今天不敢相信 绝对没有想到 我是拍动作片 能拿到金马奖 我就觉得那一天晚上 当我在后台 等着出去领奖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走在云雾里面 飘着在走 好像自己 好像是一个幽魂 这样飘着走出去 然后下面的人 我都看不见 那种感受真的是很 觉得很高兴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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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我都看不见 我都看不见 你 在这种感觉 我都看不见 自己的感觉 你 是一个人